台灣二、三十年以後 我相信台灣的半導體製造的環境 也不會那麼有利 所以都是Evolution 這跟國家的經濟發展的情形有關 我們優勢之一就是 你知道我們都是 每一分鐘都在用我們的設備 因為設備太貴 晚上半夜十二點鐘 設備忽然出毛病了 設備工程師在家睡覺 馬上打電話給他 他就OK 我馬上就來 我這個故事我講過幾遍 講給美國人聽 美國人聽的時候 還有這樣的事啊 不過在台灣也不過只是現在的事 二、三十年以後就會不一樣 那個時候會是誰呢 這個就是你們每次都沒問這個問題 可是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美國人就問這個問題 那我錯了 也許是印度 也許是越南 也許是Indonesia 誰知道 誰知道 因為他們認為半導體是國家安全 那就您的判斷 哪一個國家比較有機會可以成功 好 我要 我是 每一個國家都有很多半導體的朋友 但是我還是想幫你 而且 以我的這個過去經驗 以我的觀賞 的確 日本我覺得 比較 理想的一個 事實上 新加坡 是一個 相當理想的 可是它地方很小 資源並不多 什麼水啦 電啦 土地啦 什麼 並不多 那日本當然比它大得多 尤其是九島 九島出的 Texas Ingram 是五十年以前 尤其是五十年以前的故事 九島 九島出 你聽得見沒有 大家 可以 大家聽得見嗎 OK 我聲音講得大一點 尤其是九島 九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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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比較充裕 Culture 這個 Work Culture 工作文化 整個日本都是蠻好的 九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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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意外 這個是 我在五十年以前 就到九島 為了 Texas Ingram 為了德州儀器公司 就到九島 去開了一個 那個 裝備廠 裝備 Assembly and Test 這樣 是非常的 相當滿意他們的結果 新加坡也是一個 對這個晶圓場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我們不談中國 中國幾次 這一個 不過我必須講 這也是我 我下個月 我下個月 不是下個月 下午 兩個禮拜以後 我會在 MIT Boston 的 MIT 我的母校 我會發表一篇演講 就是關於 CHIPS 的演講 我會在那篇演講我會講 其實美國 一九五幾年 一九六幾年 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以及七零年代 初期一直到七二七三吧 我在美國的經驗 半導體經驗 是從一九五五到一九八三 那我可以說 從一九五五到一九七二七三左右 我覺得美國的環境 跟台灣今天一樣好 至少幾乎一樣好 好 自從 這個 一零一九十二七三之後 就 比較 不利了 我也會在那個 MIT 演講說 我相信台灣也會變的 台灣二三十年以後 我相信台灣的半導體製造的環境 也會不會那麼有利 所以都是 我覺得 所以跟國家的這個 這個 經濟的發展的情形有關 那在美國的情形 它雖然是 在這個 它雖然失去了 蠻大一部分的 蠻大一部分的 製造 蠻大一部分的半導體製造 可是 它 升級到 半導體設計 就是 半導體設計 用不到很多capital 用不到很多資本 是一個很高等的一個 一個 一個行業 也賺很多錢 像 不要像 NVIDIA NVIDIA Apple 然後現在 Microsoft Google 他們也在做半導體設計 都是 可以在家做的 用不到說出 像我們這樣子 我們優勢之一 就是 你知道 我們的 都是 每一分鐘都在用這個 我們的設備 因為設備太貴 晚上 那 半夜十二點鐘 設備忽然 出麻病了 那設備工程師 在家睡覺 馬上打電話給他 他 他就 OK 我馬上就來 他太太 說 你去什麼地方 他就說 特備 特備快樂 來去修 那太太 也不說什麼話 就又回去睡覺 甚至於 他還沒有離開家 太太已經又開始打呼了 OK 這個是台灣 現在OK 我相信 二三十年以後 不會 二三十年以後 美國 現在 聽我這個故事 我講過幾遍 講給 美國人聽 美國人聽的時候 他就說 還有這樣的事 什麼要我馬上去吃海 什麼太太 一直這麼想的 不過 在台灣 也不過只是 現在的事 二三十年以後 就會不一樣 那那個時候會是誰呢 這個就是 你們還是沒問這個問題 可是 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就 美國人就問這個問題 那我說 也許是印度 也許是越南 也許是Indonesia Who knows